好了剩下的球星就是一个机会的事 范真一最干低干点净 收工 好的非常准 黄蓝黑任意选择 贵净 贵净 左边的中带頂带都有 感謝陸凱亦芬的虎良聯機 最敢低竿左塞 范正一在剛進入職業賽場的時候 就一直不過百 一直不過百 由此也引起了廣大球迷的關注 他的目標是第一竿過百風險給要師妻 但是正因為他的這種方式 反而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說明了他自己為自己做了一個很好的營銷 否則一個成績頻頻的 選手的話 不會這麼快引起大家的討論 范正一我們剛才看他的主視野是在左眼 實際上這種世界上只有百分之十幾的人 主視野在左眼 右手持肝左眼的主視野的話 也是非常適合打球 為什麼左手選手準呢 左手選手是大部分的人 因為是右眼的主視野 左右就搭配 范正一剛好是左眼的主視野 也是非常適合打球的人 感謝丁綠的十個火亮 感謝丁綠的十個火亮 像球肝放在主視野下方的話 更利於標準 只不過呢就是沒有放在中間好看 但是好看不能當飯吃 因此廣大愛好者自己在調整自己姿勢的時候呢 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來 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來 領先44950了 領先50分 剛才看著這一局傑爾伯特巷要拿下 誰知道放了一個袋口 46 對 是他的地竿過百 他以前就是說弄得147 非得要打147才過百 但是這個想法顯然是比較荒唐和不切實際 隨著年齡的慢慢增長呢 自己也認識到了自己當時的幼稚 五十個幼稚 因為本來在賽場上啊 你的第一個147出來的時候 心理上面本來都有很大的壓力壓力 你要把第一個過百放在147的話 真的是太難太難了 很多球員這一輩子在職業賽場上 還沒打過147 恭喜范正義第一局拿下